字幕志愿者 bid.com 字幕志愿者 杜光 字幕志愿者 杜光 字幕志愿者 杜光 十年时间手机的科技不同了 我们记者的工作都因为这样不同了很多 10年前大家都是用密碼或圖形鎖 2011年開始有手機引入指紋解鎖 出現過瞳孔解鎖、人面解鎖這些技術 最新就是屏下的超音波指紋解鎖 大家可能很久都未用過密碼 3.5mm插頭的有線耳機可以說是科技界的長青樹 2015年香港開始就出現真無線耳機 剛剛推出的時候電量小折薄又不方便 但近年這類產品越出越好 亦都越來越多人用 10年前在3G上網 2012年香港開始有手機4G 出街看片更方便 我們記者亦要做多些影片內容 2009年的Android 1.5版本才加入拍片 現在手機拍片講4K之外 還說加上防震 我們記者碰到突發的場面都足以應付 出外工作最怕手機無電了 10年前手機的電量只有1500mAh 但都有人會掛念換電的設計 現在經常要帶著尿袋在身 亦都有新手機想到分享電源的功能 無電的時候找同事手機背對背 就可以無線幫他充充電 不過有件事是無變的 10年來老闆都會用盡各種科技 奪命追雲Call 找你 除了工作 手機科技都影響了我們很多 下星期我們再講一下 你怎樣用手機生活和拍拖 9米2 9米3 我的保佑 我不會呢 這個幹運 places 我們太散了 我 自己